1879年 托马斯艾迪生发明了电灯 从此 我们可以更加安全地在夜里工作学习 但是 如果停电了怎么办 或许一款悠悠超常续航 还可以三挡调光的灯 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它应该有稳定的形态 舒适的手感 柔和的光线 当然还有轻巧的身体 你可以带它去图书馆 自习室 工作室 和宿舍 以及任何你所需要的地方 学习 一直学习 还在学习 充沛的电量甚至可以帮你完成一篇课程诺文 你看 它竟然还在亮